自古以来行军打仗绝对不单单靠的是蛮力 而更多的是讲究整体战略 把握全局观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就像当年的项羽与刘邦一样 虽然项羽在前半场处处打脸刘邦 但是由于整体战略失误 最终还是惨败于刘邦之手 最后落得个自稳乌疆的下场 而在三国时期 真正懂得全局战略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在蜀汉诸葛亮算是一个 法政算是一个 曹魏司马懿算是一个 国家算是一个 而在东吴至少有两个 一人是周瑜 还有一人与诸葛亮齐名 他的战略格局 眼光甚至在周瑜之上 那么此人是谁呢 他就是孙权的老师 一 此人悄悄提出踏上策 道破天下大势玄机 众所周知 孙权在统世之年年仅十八岁 虽然有着孙氏不错的血液 但是让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带领整个集团 很显然他是不能胜任的 为此孙策在临死前便交代了一句话 外事不觉问周瑜 内事不觉问张昭 那么张昭是孙权的老师吗 答案是否定的 而此人的见识远在张昭之上 他就是鲁肃 鲁肃跟周瑜有旧交 在公元二百年时 决定听取周瑜的建议 留在东吴效力孙权 为什么鲁肃会选择留在孙权身边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周瑜说过 孙权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主公 鲁肃留在孙权身边 一定会尽展其才 由此鲁肃便认准了孙权这个主公 开始替其效力 起初孙权以张昭为文臣之首 周瑜为武将之魁 不过在鲁肃加入孙吴团队之后 孙权慢慢发现鲁肃才是胸有大志 并且蕴含治国之才 有一天孙权单独与鲁肃合踏对应 其实孙权在早期接手江东基业之时 是非常迷茫的 他根本不知道之后的路要怎么走 而鲁肃呢 便提出一个战略 也就是本文要说的踏上策 踏上策之中 鲁肃到底说了什么 在三国志之中有明确的记载 鲁肃踏上策 其实就是指明了孙权的发展方向 以及整体战略 首先一定要取得长江以南的全部城池 由此一来便有长江天险为主 随后建立地业 以待天下识变 大概意思就是说 要趁曹操军备缠身之际 迅速搞定刘表 皇族等占据江南以南地区 随后又占据京楚之地 也就是荆州这块地皮 这是战略的第二步 占据荆州九郡 那就相当于是打下了建立帝王基业的根基石 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 只需要在关键节点用好人 做好事情即可 再者 火速联盟刘备 因为刘备是萧雄 与曹操乃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只要刘备成为盟友 整个天下大势 曹操他也无法一手把控 这就是鲁肃在赤比之战之前提出的 踏上策的全部内容 可以看出 鲁肃的战略 也是孙权唯一可以走的战略 如果孙权不按照此战略形式 恐怕根本活不过赤比之战 除非愿意当一只龙中鸟 犹如曹操在许多关押的汉县帝一般 二 龙中队与踏上策谁更高明 在鲁肃提出踏上策之后 诸葛亮在公元217年末 也提出了著名的龙中队战略 那么踏上策和龙中队两者谁更高明 其实踏上策与龙中队都是两种战略 他们分别适用于孙权与刘备 至于踏上策与龙中队战略谁更高明 那就要取决于他们的主攻 是不是能够保证顺利实施踏上策战略 与龙中队战略了 如果说孙权无法稳住刘备 也就是在赤比之战时 鲁肃提倡的孙刘联合对抗曹操的战略 如果仅在赤比之战过后 便将孙刘联盟的合作关系抛诸脑后 那么孙权最终等来的只有死亡 这也是在赤比之战过后 鲁肃为何要建议孙权 把南郡借给刘备的真正原因 鲁肃只想要稳住刘备 如果刘备稳不住 孙吴就有可能会被曹操一口一口吃掉 同样的道理 如果刘备想要继续发展 就必须放弃荆州 只能向西图取一州 如果刘备想先灭掉孙权 再跟曹操掰手腕 显然刘备他会死得非常苍白而无力 因此踏上侧与龙中队 仅仅适合于孙权与刘备 对他们来说 这两种战略只能是唯一的出路 都是非常不错的战略方式 除此之外 就要比孙权刘备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了 三 关羽进取相反 孙权在背后捅刀子 导致孙权白白错失一捅天下的大好时机 公元219年 关羽北伐相反 此时的孙权虽然与刘备有过香水化解的不愉快 但是在表面上还是同盟关系 唯一的区别就是此时鲁肃已经去世 为了尽快实现踏赏策 孙权当时是采取了用兵荆州的军事战略 换句话说 就是在关羽背后动刀子 如此一来 荆州全县全部落入孙权之手 而关羽呢 则成为了孙武蜀汉的军事牺牲品 如果鲁肃不早死 关羽绝对可以幸免于难 在相反之战时 鲁肃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打破孙刘联盟 更加不会同意有大将提出习取荆州数据 而又同意的战略决策 而对于孙权来说 他当时同意吕盟采取强攻荆州的战略举措 也是大错而特错的 为什么呢 其一 孙权会失去孙刘联盟的机会 他将独自面对刘备曹操的双面进攻可能 如果孙权真的面对如此尴尬局面 试问他孙权又有几个脑袋 几个大将可以抵抗蜀汉曹魏两国之国力兵力大将 其二 孙权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大军进攻合肥 由此一来 便可占据淮河以南的全部城池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的曹魏在西县被刘备打败 毫无脾气 经受着汉中之败 夏侯渊战死的尴尬战绩 同时在中县 荆州战场方面 亦被关羽挫败 如果孙权没有攻取荆州 而是进取合肥 那么关羽肯定就不会惨死 而是取得反城 由此一来 打开曹魏中原重镇 其三 刘备集团虽然在荆州处取得胜利 但是根本无法组织兵力与东吴较真儿 为什么呢 首先蜀汉最能打的关羽已经是匹兵 其次刘备大军刚刚经历汉中之战 已经是兵匹马伐 刘备需要的是时间来做修养 而对于孙权来说 刘备曹操 他们两人在此时都已经成了疲劳之师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稳住刘备 联合关羽猛攻曹魏 倘若真的如此 曹魏西县 中县 东县 战场将全面崩溃 当时仅仅是关羽一人进攻相反 就让曹操差点迁都 一臂其锐 总体来说 关羽战死 孙权在打荆州的主意 虽然勉强占据长江以南的全部区域 但却是大大的战略失误 对于整体战略格局来看 这正是孙权的败彼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孙权一直不敢称帝的原因 孙权当时徒一时痛快 竟然做出了攻打盟友 让敌人高兴的蠢事 而后来刘备又一起用事 请全国之兵与东吴交战 最终又败于孙吴陆逊之首 孙兵折将 这正给曹魏灭亡孙吴蜀汉 制造了先天条件 用传统我们的预防